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项要求其实并没有获得党内议员的配合 他说他们并不支持 因为担心这样的举动其实会破坏巫统的形象 昨天晚上国会反对党领袖安娃就有透露说 同一联署要求撤销紧急状态 以及马上召开国会的议员人数已经超过一半 就是过了这个多数 他们已经把这个信安提成给国家元首 不过他强调说这个动作不是反对元首 或者是对王室有任何不敬的地方 安娃就说他们是向元首请求 重新考虑西蒙的这个撤销国会的 不是国会撤销这个紧急状态的这个论点 那么我把西蒙要求元首撤回紧急状态 和巫统要求元首召开国会 特别会的两则新闻放在一起解读呢 因为两则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召开国会 当然西蒙和巫统背后各有自己的这个论点 甚至自己的这个算吗 这点稍后再聊 巫统的国会议员呢 他说这封信呢是由政治局发出的 所以呢那一些巫统和国阵的国会议员呢 就不要争着辩驳 不要自以为呢是发出一些声明来混淆人民 西蒙要求撤销紧急状态和召开国会的理由 其实很好理解 因为他们认为说目前的行管令已经足够的对付疫情了 去年3月的行管令落实之后成功压平曲线 相信今年的行管令同样也能够做到压平曲线的这个效果 那么至于紧急状态下的这一个东西呢 其实不需要紧急状态 也可以征用私人医院的设备跟记材等等 其实呢是在1988年传染疾病控制跟预防法令下 已经父权卫生总监有这一项权利 无需特别通过紧急状态来征用这些私人医院的 这个他们的器材他们设备等等 同时去年私人医药协会也表示 他们愿意协助政府对抗疫情 包括使用私人医院的设备和资源 所以西蒙的立场呢 就是慕幽定以紧急状态来解决自己所面对的政治难题 冻结国州议会和选举 让对手就是西蒙以及队友就是乌董 无法发动他们的攻势 就是要废掉他们的这个政党的这个武功 那么我所了解西蒙内的行动党议员 已经联署了那封信置给元首的 就算是西蒙凑足所有的反对派的这个议员 包括老马跟这个沙巴的这个明信党 包括独立人是顶多也是108 就是财政预算表决的那个数目 怎么会如安华所说的超过半数呢 除非这个半数当中包括来自乌统的议员 这就有好戏看了 也就是说乌统议员呢 他们是支持召开国会 虽然乌统议员应该不会也不太敢去 劝见元首撤销紧急状态 但是有多少议员乌统的 他们会签署这个文件呢 那么根据新州日报 他引述消息说就至少有7人 好吧 就108加7就是115 115虽然过半 但他并不是一个强大稳定和说服力的这个数字 相信元首不会特别的关注 因为元首的这个做任何决定 他必须要听从政府提出来的这个建议 那么如果是其他人提出建议的话 元首当然他可以当作参考 但是并不会影响元首做的这个决定 除非是有超过三分之二的议员联署 甚至是公开发表声明 甚至是这些巫统议员退出撤回对慕尤丁的支持 形成舆论压力 这种情况就不同了 那么相信到时元首呢 就会认真跟仔细地看待这些YB们提供的意见 目前没有这个必要 那么就算慕尤丁的国盟是少数政府 但又怎样 紧急状态让慕尤丁能够集中所有的权力 通过制定紧急状态的条例 就是ordinates来执行所有 他认为应该要做的事情 而且这些ordinates呢 是可以跟目前的法令是有所冲突跟矛盾 甚至是违反宪法也无所谓 因为ordinates是不能够被挑战 纳兹里就说 阿末马斯兰呢 要求议员致函元首的这件事情 不是出于任何的个人要求 他说这是巫统的政治局呢 最后一次会议的议决 那封信呢 是党的要求并非个人的决定 那根据纳兹里的一个说法呢 阿末马斯兰把那封信呢 发给了41名的巫统跟国阵的国会议员 他也表示说 国盟政府颁布紧急状态的做法 是打击了大马的民主制度 那么目前有两道关键的问题 一定要问 第一呢 就是元首会否撤销紧急状态 但是我的答案跟看法呢 是非常的低 难道要元首自我打脸吗 那么一旦真的是撤销紧急状态的话 也可能会被视为是 质疑其他九州马来统治者的智慧 以及殿下门的这个判断 撤销的可能性是非常的这个渺茫 第二元首会否召开国会 啊 这个就有可能 但是前提是这股召开国会的声浪 应该是主流 以及朝野之间达致的共识 那么元首就可以在这个 陛下认为适合的情况之下 召开国会 但是现在这个适合的情况 条件都还没有成熟 也还没有到来 选举监督组织竞选门2.0呢 就再次呼吁政府啊 要恢复地方选举 把人民的第三张票呢 就是归还 以便可以加强问责 还有杜绝贪腐 接下来这一段 我们了解更多 我是佩玲 我是之风 竞选门今天就发布了一份 长达75页的报告 内容就阐述说 马来西亚可以如何落实地方选举 也回应呢 人们对于恢复地方选举的担忧 那这些担忧呢 就包括说落实了地方选举之后 地方政府呢 会由单一族群 或者是单一的政党去主导 举行地方选举的这个费用会高昂 同时呢会削弱州政府的权利 那坦白说呢 我对恢复地方政府选举 是感到悲观以及不乐观的 因为我们错过了最佳的时刻 那就是西盟执政的22个月 那么西盟在大选之前呢 就承诺要恢复地方政府选举 然后喊得最大声呢 就是还我第三票的行动党 不过西盟掌权期间呢 掌管地方政府事务的部长 主来达 当时他也是公正党的副主席 虽然有承诺说要落实 也制定了时间表 但是并没有积极用心跟用力的推动 那么结果呢 热情就冷了下来之后 发生洗来灯这边 一切就打回了原形 虽然现在防御局地方政府 部长依然是主来达 那么恢复地方政府选举呢 再次预料将会成为反对党 用来攻击政府的这个课题 我们又会重新再recycle回去 当西盟还是反对党 时候的那个论调 不过我想啊 除了用这个来不断的炮轰 国盟抨击马花之外 西盟还能够做什么 来推动地方政府选举呢 因为这一个议题 并不是西盟当时最主要的议题 当他们还是执政的时候 因为当时呢 主打这个议题的是火箭 公正党 土团党跟陈兴党 并不怎么热衷 同时呢 负责领导和执行 这一个议题的防御局地方政府 部长主来达 本身也不积极 如果他能够像塞萨迪那样 积极推动 Undi Labanblas 把投票年龄降低至18岁 那么这个课题 很有可能就会通过 可惜主来达不积极 他不是塞萨迪 当然啦 内阁有没有认真和积极的 去推动这个地方政府选举 也是一个关键 那么如果这个课题 是西盟集体共识 集体领导的话 那么可以更加有力 给力的支持 就算最后在修改宪法的时候 不通过 也不会愧对支持者 因为你们曾经用心 努力跟尝试过 可惜22个月的掌权期间 看不到西盟的力度和决心 那么主来达 在去年8月的时候 他就悠转了 宣布国盟政府 不会恢复地方政府选举 因为他给出的理由就是 社会与地方政府 还未做好准备举行 地方政府选举 所以这一个呢 是西盟当时掌权时候的 最后立场 回来再关注一下刚刚提到的 竞选门2.0报告的内容 那内容就指出说 根据目前马来西亚的人口结构 马来人的权利呢 会遭到地方选举削弱的 这个说法呢 其实是过时 而且是没有根据的政治神话 反之报告就估计说呢 在都市化还有土著群体 生育率比较高的趋势之下 原本呢 混合族群组成的这个市议会 比如说像是吉隆坡市政厅 DBKL 可能最终会成为土著群体为主的市议会 那么反对地方政府选举的政党 特别是伊党呢 就经常提出刚才佩玲提到的 那个论述说 啊 如果地方政府选举的话呢 那么这些大城市将会由非马来人 挂虎就是华人来掌控 比如说并城的乔治市 伊宝 巴达林在野书邦在野 芙蓉马六甲市区 信山麻坡等等 你念得出的大城市的名字 那么种族的论述呢 是最能挑起群众的那条神经线 这些非马来人掌控地方政府的迷思 一直都存在 而且是用来蛊惑基层跟自治者 让他们的思维思想停留在70跟80年代 那么过去60年代 确实马来西亚有过地方政府选举 但是之后当这个马印对抗 confrontasi的时候就取消 而且伊宝也曾经出现过 印译的市长 就是人民进步党PPP的西尼瓦斯克 当时他不仅仅是伊宝民选的市长 他同时也是国会议员兼州议员三个 这个公职都是民选的 他很用心的去管理伊宝 将他打造成全国市容最整洁的 其中一个城市之一 同时伊宝当时呢 也是享誉全国的美食天堂 更建造了伊宝第一栋的廉价主 让当地的贫困百姓 有居者其物的情况 那么他知道 西尼瓦斯克恩知道说 他必须要把市长这份工作做好 把这份工打好 他才能够继续获得选民的委托 否则他不仅仅会输掉市长这个职位 可能连带他的国会议员跟州议员都会输掉 因为选民呢 是根据你市长的表现来决定 况且地方政府提供的服务呢 是最贴近人民生活的 金选盟呢 在报告中也有指出说 地方政府没有经过民选的程序呢 是存在着极大的风险的 那另外呢 他也说地方政府的费用呢 可能就是可以通过几个方法来减低 因为刚刚提到说可能成本会很高嘛 比如说可以豁免呢 租用设施的一些费用 由地方政府承担选举费用 特别是选举官员的这一个薪资 还有呢 就是现在市政厅或者是市政局的层级市跑 那针对呢 这个州政府的权力会因此呢 而遭到削弱的担忧 竞选盟就认为说 落实地方选举的同时 联邦政府应该要把这个权力 下放给州政府和地方政府 那么针对地方 落实这个地方政府选举 竞选盟他就有建议说 根据不同的地方议会跟区 可以落实总统或者国会式的选举制度 那么与联邦政府与州政府采取的领先者当选制 first pass的post不同 竞选盟他就建议说 地方政府采纳混合的选举制度 让少数群体有机会进入地方政府里面提供服务 那么竞选盟呢 也提议说应该要修改1976年地方政府法令 同时也废除掉联邦直辖区这个部门 欢迎回到主编点新闻 你好我是佩玲 我是志峰 西蒙呢就一决派出三个人呢 加入到紧急状态下的跨党派独立委员会JKB 那这三个人呢 分别就是公正党的总秘书赛夫丁 苏纳丁 行动党组织秘书陆兆 还有就是重庆党的策略局的主任 祖级菲里 西蒙秘书处呢 今天就通过文告表示说 西蒙已经致函给予首相署部长达纪尤丁 告知西蒙呢 将会加入到独立委员会的三名人选 OK 现在终于有了这个决定要加入这个独立委员会JKB 虽然西蒙三党以及领袖们呢 对于之前是否要加入这个独立委员会有不同的意见 当中最大的原因呢 就是不了解这个独立委员的权限范围 Terms of reference 以及这个委员会的架构 他们所负责的东西是什么 比如说成员的总数啊 这个JKB会否成为橱窗摆设 只是一个摆在那边的花瓶 用来粉刷整个独立委员会的这个决定而已 目前民众依然blur 不清楚 不了解这个JKB所负责的这个东西 只是大概知道说他向国家援手建议到底要不要延长 或者是提早结束紧急状态 那么到底这个委员会当中 超越政党议员的这个比例是多少 非政党的独立议员又有多少人 比如说哪一些专业的公共医疗卫生专家 哪一些传染病学家将会受委成为会员 这些我们通通都不得而知 如果我们假设执政党成员有六到七人 专家有五到六人 然而西盟只有三人的话 那么这个JKB的组织的架构就是倾斜的 西盟的三名代表很可能在这一个安排之下 真的会沦为橱窗摆设的花瓶 但我依然觉得说不应该放弃这个独立委员会的这个平台 因为他是紧急状态下到目前为止 唯一的一个跨党派的单位 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但他能不能够发挥他的角色 是另当别论 西盟秘书处其实就有强调说 尽管在野党有代表加入到这个独立委员会当中 但是他们仍然是坚持之前的立场 也就是没有办法接收首相慕尤丁颁布紧急状态的理由 他认为说他们跟大部分的国会议员 还是认同必须要立即结束紧急状态 并且召开国会 那西盟的这一篇文告是由赛夫丁纳苏丁 还有就是诚信党的总秘书哈达兰利 以及陆兆福联合署名的 那我们看看西盟派出的三位代表 其实他们都是置地有身 都是前内阁部长 塞夫丁纳苏丁公正党的 他是前贸销部长 那么陆兆福是前交通部长 还有陆基弗利是前卫生部长 这个陆基弗利是最值得期待的 因为他在担任卫生部长期间 有处理过新冠病毒的这种情况 所以他也非常熟悉 卫生部的情况 卫生部的组织架构 卫生部的运作 那么他的专业只是能够提供 不一样的视角跟维度 让JKP能够有更多不同元素的讨论 国家元首是在1月12号的时候 就宣布颁布紧急状态 当时候就说明已经允准了 政府要成立一个由朝野国会议员 还有医疗专家共同领导的独立委员会 这个独立委员会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要决定一下 到时候是否要提早结束紧急状态 两天之后 达基尤丁其实就有致函 安华也就是国会反对党领袖 就要求在野党提成三名的人选 加入到这个委员会当中 安华昨天的时候就有表示说 西蒙将会入兵法庭 挑战政府以颁布紧急状态 来暂停国会的做法 同时西蒙也会提成 这个国会议员的联署信函 给予国家元首要求撤回紧急状态 那关于这一点 我们刚刚在之前的主编点新闻都有谈过了 那么虽然现在官方的说法 就是紧急状态是用来对抗疫情 不是对抗政治 但是西蒙以及民众普遍上的看法 都认为说这个紧急状态 让慕幽定有了更多空间和资源 来处理他所面对的政治挑战 特别是巫统官司派的这个避空 那么如今召开国会 成了大家所关注的这个焦点 那么接下来的重点 就是会放在到底安华成不成功 入禀法庭挑战慕游丁 在颁布紧急状态之下 暂停国会的做法 那么简单的来说 根据目前第一份的这个ordinator 就是紧急状态之下的这个条例 那一个ordinator是不能够被法庭挑战的 那么安华跟他的这个律师团队 他会以什么样创意的方式 来入禀法庭 然后他提出的这个理据又是什么呢 那么目前这个东西呢还不得而知 但是他会有很多的这个变数在里面 没错那当然更多的变数 主编点新闻会持续带你一起来关注 谢谢志峰 明天同样时间一起听懂更多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